咳咳咳 旧旧流浪的河沟 让你心中充满安 不让生命受苦 占来一切生命 生命天使与你 共同救护生命 咳咳咳 接下来请收看 长老发育 哥们当很久了 哥的时间很长 大家可能把前头都忘了 现在我们讲到这个 十轮 佛的十轮 我前头讲的再重复一下子 三男子 入室眨眼 五桌那事 苏佛佛陀 空无佛师 其中所有 一些众生 为自行 睡眠的残座 自军 他军 脑海清理 臭幽 咬乱 欲明 送为正 互相清灭 其贪人诚 惨狂 严等 最不时不散也到 修我们现在这个世界 特质 特别现在的 我们的生活当中这个世界 就是这个 苏佛世界 咱们的 翻译叫 堪隐 堪隐 堪隐就是 苏佛世界 又翻堪隐 这是我们现在 做这个世界的名字 名字 还有名字 这翻译叫 淫土 能忍受痛苦 这么个国度 这么个国度 我们上次讲的 棉啊 钙啊 五座的啊 我们不讲它了 因为我们现在讲到那个 自军他军 脑海清理 自军嘛 自取国土内的 这是军人的 军队的斗争 或者他军 来潜入你的国度的 就是使你的国度不难 现在这个世界不是这样了吗 咱们看一下 明王不难的 有点呢 自军是什么意思呢 说你自信 内心所有的烦恼 外军是什么呢 外边所有警戒向的烦恼 内心的烦恼 外边的脑海清理 生活当中啊 所有产生的 忧悲苦恼 现在咱们所处的 这个环境 佛所说的 我们现在这个 黑难当中 内心里不难 就是心里不清静 外头一切警戒向 一切警戒向 是你知作 知作 放不下 不是断见 就是常见 经过 许多种斗争 斗争 人跟人斗争 地区跟地区斗争 国家跟国家斗争 大家看看 现在世界 不论哪个国家 法院特别形成 法院检察院啊 事特别多 这都是什么斗争 外头的社会的形象 那每个人的内心 内心的斗争 内心起的烦恼 内心的烦恼 外的外边的客观的现实 算是很劳劣的 这个这武卓呢 是什么 这是现代摩索社这个境界 为什么呢 这个世界啊 就是 执着 一切有性的执着 执着 执着就产生了种种烦恼 因为执着 还可以产生种种病恐 烦恼本身就是疾病 不是经常害病吗 我最近已经病很重 病很重 就是病苦很多 病将引起来的烦恼 内在的烦恼 外在的烦恼 老了本身就是病 有些病 找四间医生是治不好的 烦恼本身就是治療 烦恼本身就是治療 烦恼怎么产生的 就是你看问题不正确 看问题不正确 就是换句话说 之间不正 之间不正 你心里就采集了很胡思乱想 我们先到佛讲的 贪嗔痴慢意 就是心里头 写的就是贪嗔痴 口里是望远其运的两手脑口 神的所作的撒到瘾 这就是施那轮 施那轮 因为它不实为正法 没有得到正法的好处 生不去发喜 不能去对着这个 十种的那业 因此佛呀 才说十轮 是了 佛十轮呢 现在我们开始讲的呀 是第一轮 佛告诉我们的佛论是 观这个身体 不是清醒的 就是观身不净 观的所灵纳的 所享受的 都是苦的 所受的都是苦的 受是灵纳 不是你一天的生活当中 一时住行 冷暖奢华 其实是苦的 其实是苦的 因此你这样来观 观一切受 是苦 观是苦 观身不净 观受是苦 就是神受 心 咱们这个心啊 你观想你这个心 一天就是打主意 什么主意打到 嗦嗦而起 就是那 迷失正道 就是妄想纷飞的 妄想纷飞的 就是念啊 不正 心念不正 就观他 你这个念念 说起这个心啊 就把心看好 念念不做 就是无常的意思 观身 观受 观心 观法 我们不能正式对待 我一切法 内在的境界 外在的境界 知作不少 知作产生什么呢 产生在哪知哪见 主要是我知所见 这是对着的方法了 佛先说这说的 同时啊 说到知见上 经文讲 印度的外道非常多 跟中国其实也不少了 就讲那个六道 六种外道 外道六色 归于六种外道邪色 迷失圣道 趋向三恶曲 三恶曲 咱们经常经常说 就是印度的外道 六种外道邪色 一个是 弗兰娜家舍 范语的就是弗兰娜 这种邪是邪志邪剑 他对一切法 是断面剑 一切法是断面 断面之间的 也是一种邪志邪剑 一种 一种 还有一个 默契利 这叫默契利 华元 翻过来的 不见道 不见道 不见道就是 他所认为的 一切法 一切事物 自然而有 自然而有的 他记住自然 前的那个是 自然而有的 前的那个是自然而有的 一切法都是空的 空所有的 这种邪剑 默契利 他翻译的 不见道 不见道 他这种邪剑 他对众生的苦乐 不是有自己 自行所得的 说自然而有的 不是你作业所得的 他不是这么说 他是自然而有的 一切都法无因 无因的邪剑 无因的邪剑 三小楼 批勒奇 这种华元分正圣 正圣 这种外道呢 他说是 你的生死结束 苦尽了 把你苦受完了 自然就得到了 你受八万节满 苦受完了 自然就得到了 自然而得 不加修为 俄其道 四十个亲破了 那么咱们翻译的名字呢 就叫说 就翻译 托洛娜的时候 就出一的意思 出一翻的是 出一的意思 他 修行的呢 用烟啊 寻他的身体 五若之身 五若之身 就是一种修苦行的外道 苦行的外道 加罗陀佛罗加检验 华元就牛领 牛领 这种外道呢 邪剑是什么呢 他因为一切是长的 一切是长的 一切法就是长的 凡说有相 都是长作不变的 无相 它就断了 凡是见到所有有相的 都是长的 长作不变意 嗯 德国一切法都是长的 嗯 就常见外道 他年轻头 有提子 嗯 华元就李系 李系 外道出家的名字 嗯 没有翻译 他说是人生的啊 罪 福 苦 乐 是有一定的 你怎么修也不行 定了 苦不能转 定因外道 嗯 嗯 嗯 那么 这就是大概这样说一说啊 单讲外道六四的呀 讲的还很多 很多啊 因为我们现在啊 是讲那个 地藏法门 地藏法门的是 大乘大吉十轮经 大十轮经啊 这个是 大乘的十轮经 所讲的道理 就是讲十轮 十轮 这外道六四的啊 都属于邪知邪见里头的 断见 常见不出这二种 嗯 那么 佛在这个地方说 所有的外道 六种外道邪见 他迷失的正当 他趋向的 是三乐曲 就任地狱乐鬼出生 嗯 嗯 嗯 因此呢 这都是邪论 邪论 嗯 嗯 在此果斗中 这个在此果斗中 是说不实际啊 是说不实际啊 嗯 有些菩萨 摩克萨 就翻过来了 说大乘的菩萨 他与过去亲近共养 无量祝福 也如祝福 功德大海 也如祝福 本所行的 结共即会 来自我说 同为我愿 如也过去 一些无量不死 调福寂静 死了精进 勇猛 嗯 男性的苦恍 一切都备满 是个微妙的 福慧 方便 大慈悲等 共所 专严 大功德 让 这是释迦摩尼佛 自己说的 说 在这个国度 在这说不实际 有些个菩萨 摩克萨的 就是菩萨 一种大菩萨 这些菩萨 亲近过很多祝福 无量祝福 都能入到 功德大海 功德大海 是佛的功德大海 嗯 以若佛 本所行道 嗯 这就指着 前文咱们 《华严经》里 讲的十一地菩萨 嗯 跟佛都平等了 这些大菩萨 来到释迦摩尼佛 说 来自我说 释迦摩尼佛 自己说 来到我这个地方 同为我愿 这些菩萨跟我说了 说你在过去啊 修行的 六波罗密 已经成就了 嗯 已经成就了 男性的苦恨 也完备了 圆满了 嗯 一切的微妙 福慧 方便 大慈悲等 共所庄严的 大功德藏 这对含义呢 就是这些大菩萨 来赞叹释迦摩尼佛 嗯 说 你已经圆满成佛的 果德了 就这个含义 嗯 这一段经文呢 赞叹 说你男性的苦恨 已经圆满成就了 男性能行的 得到微妙福慧 得到大慈悲 立宗和庄严长 嗯 是一切定 种词 难以注定 功德圆满大海 种词就是三昧 种一切法 十五两一 难闻的 难闻的 你看这样就了 妙觉味道了 功德圆满了 嗯 无产 无狂 实行常大 幸好圆满 有何也如 短正 数名 赞叹释迦摩尼佛呀 跟他说 嗯 不服于他 修菩提大 再不依着祝福 或者依着其他人 来修徒 因为你自己已经赞叹了 依着还有圆满了 是成教的 美妙的 像好的庄严 这一般的是 八十二像 八十是像好 三十二像 嗯 这不是环境啊 嗯 有时候把它说到环境去了 嗯 只是只是 像好只是三十二像 八十二像 能给一些生活的独觉 做大导师 也能拿回一切 生死不为的众生 与做前有 大慈悲当 无恋功德 所供双眼 嗯 这些大菩萨 来对释迦摩尼说 释迦摩尼佛 向慈慧大宗表白 说这些菩萨 来向我说 说我已经 一切都成教了 嗯 就这么的含义 嗯 嗯 嗯 这个含义就是 这些菩萨 来跟佛说 让佛呢 行大慈悲 无量的庄严 庄严什么的 庄严一些众生啊 这个 大慈悲 无量功德庄严 就是他的 已经成就这些功德了 是 吉乐加孙托 吉乐加摩尼 将也不如来 父之真主 是 谁要摸得佛 人仙节的 第四尊佛 前的所说 这三尊佛 嗯 这三尊佛就是 人仙节中的 前佛 嗯 嗯 吉乐加就是 吉乐哈摩尼佛 嗯 脱节加孙托 就是 家留孙佛 嗯 嗯 摩尼加射佛 就是 家舍佛 实践摩尼就是 世尊的本身 他是第四尊佛 嗯 说从 过去 现在 未来 三节 过去 庄严节 前佛 未来的 星序节 前佛 现在 人仙节 的前佛 那 那 释迦摩尼佛 是第四尊佛 第四尊佛 是 人仙宗总的功德 妙相 寻什么托 什么托是子 子就是定 匹布所闹 清静之水 就是灌 灌啊 子灌双运 定会君等 都得到清静了 嗯 那牧运呢 是谁是说的 拿着定会之水 来成就现身 嗯 着惭愧以 清静法界 为集中宝 集中宝啊 佛的法集当中啊 大家看到 那个佛像的宝集当中 那个宝珠 叫莫里宝 这宝珠是什么呢 嗯 是 一切的 清静 所成就 无缘的功德杖 我给你保证 嗯 观世诸佛所行的境界 大黄漫 受以泄脱 淑妙熟练 佛的装饰 全是功德所成的 的种种功德 妙宝 所成就的装音杖 不成的装音杖 嗯 以走绒的一切 制制 无声音等 功德宝 而自尊严 此被寻舍 以为 宝律 宝律佛的一切装饰 一切形象 都是 无声 发音 所成的 嗯 就是 华宝律佛所说 这些形象 是在这个 寂静 涅槃 嗯 而生起 就像 就像 嗯 体会 功德 功德 是什么呢 功德 是佛 自己本身 嗯 所以我们经常 在华言 一生 讲啊 说我们 相信 我自己 是佛 相信 我自己 也具入 佛的 功德 就是 相信 自己 是佛 但是 我们是没有 修为的 这 祝佛是有 修成的 在佛教 讲 修行的 过程当中 正好 我们现在 讲环境 说明了 从你 最初 开始 信 佛 那个时候 我以前 讲过啊 信佛 相信 你自己 的心 相信 你自己 的心 是佛 但是 没有入位 嗯 没入位 那就是 说 你相信 你的心 没有修正的 这 没入位 那 这是退的 是退的 所以 你现在 升级 信心了 对 三宝 升级 信心了 生了 这个 的 信心 虽然是 反复 不定的 但是 他已经 相信 自己的 心 能够 住在 自己的 心上 自己 心不退 心呢 不退 不会再 失掉 信心了 不会再 现在 我们现在的 幸福 还没有达到 不退 位的 地步 得到什么时候呢 得到住 这个我们大家 学华音都学的 都懂得了啊 到住的时候 再不退的 反复了 新的时候 有时候还要退 嗯 正说到 起住了 不退了 是连 生活 远绝都不退 不会退到 小城 嗯 所以我们的 信呢 还没有满 还没有满 要增加 你的信心 信力 让我们自己 怎么知道 怎么让我们 信心坚定了 你自己 可能知道 嗯 正来判断呢 说我起个念头 起念 不善的念啊 不相续 马上就止住了 说叫什么 接着说说 学着前念起呢 只是后念不起 马赶脚这个念头不对 马上就截止了 把他收转了 把他收转了 把他念头啊 尝试着正念三宝 正念就是利益人的 没有伤害别人的 嗯 如果 如果是不能达到这个地步 那念呢 信位呢 还没当 嗯 接着说 学着前念起呢 能指其后念不其者 这信心位啊 满了 嗯 嗯 嗯 现在我们对于 例如说 你读书大成 唱和礼拜 嗯 你知道自己的这个信心呢 念念的增长 如果产生懈怠心 产生懈怠心 或者感觉太累了 太疲劳了 啊 或者不想败灿了 这叫念退 嗯 嗯 嗯 你这个念是不对的 或者再起个贪心 或者财宝啊 你生起耐心 贪眼心 嗯 这你没入信位 有信位的时候 马上就能知道 一闻到佛法 就能够进入 不会有第二念想头 要有不正确的念头想 马上能执着 这决至前面其乐 这些后年母亲 入了信位 刚来信位 嗯 说我们对于警戒项 对于功德的增长 能够信佛 信法 信僧 绝对不动摇了 要有生命的危险 也不会气舍 你的信仰 这叫呢 入了信位 入了信位 嗯 那么你用这个来检查个人 检查个人 检查个人什么呢 检查你的信仰力 行呢 这信来就是你的面上的 面头的面 能够不舍面 对 念念念的 念神宝 念佛念法念僧 或者你念哪个圣诗 念念的不舍念 嗯 嗯 信心不退 信心不退呢 就是你的愿力也不退 嗯 嗯 就是有了信心了 法愿了 愿也不退 嗯 嗯 如此啊 渐渐的常识中 修 能可 应可 一切法 无神 你可一切法无神 嗯 能体会到 理解到 嗯 体会就是理解 信完了进一步 就是解 信一步就能解 解 但是 有信了 有解了 还做不到 做不到 我们天天学 说一切法无神 无神 无灭 所以那就把一些灾难呢 都断了 嗯 这是三贤为菩萨 还不行 嗯 现在这些个菩萨 站在释迦摩尼佛的时候 说释迦摩尼佛 也达到妙觉了 成佛了 嗯 一份法身 一份法身 证 从初地 证到十地 到了九境 妙觉成佛 那就把他吸气 一些烦恼 都断了 都断了 嗯 正的无神发炎 嗯 正的复发炎 但是我们现在是相信 相信 相信呢 还在信的当中 跟解的当中 嗯 如果再能去做得到 做得到 嗯 那就行 行之后 才能证得 才能达到这个圆满的圣音 那这些大菩萨 站在释迦摩尼佛 他已经都做到了 都究竟圆满了 能否三界三种妙心 圆满圣音 以为散盖 佛那上头有个宝盖 嗯 那个宝盖是什么呢 以妙恨圆满 圣经成就 难知古希 祝福天仙 火攻后辞 金刚定座 金刚定座 就是 在菩提 菩提佛所做的座 都叫菩提座 金刚宝座 嗯 嗯 这个时候 佛所有的身心 叫三妙形 贪神词的三妙形 变成三妙形 三妙形 嗯 三妙形呢 这是智慧说的 三妙形 是这烦恶说的 三妙形 你的身口意 身体所做的 口里所说的 心里所想的 嗯 叫妙形 嗯 那释迦波那佛 到这个时候 叫三妙形 三妙形是什么说呢 神妙形 嗯 嗯 嗯 说佛所做的一些事 而立即众生事 嗯 智如一切善 达到究竟善 这叫神妙形 什么妙形 与 与 佛的与业 佛的与业 达到一些尽美尽善 都叫个妙形 与 佛的与不是与了 是性体了 一切善事 一切善事 嗯 这个三善 就是三妙道 消失 三善道 达到究竟 达到几点 这叫妙形 妙形 嗯 嗯 嗯 说佛在三界之中 所有的 身与业业 都达到究竟 存散 成性的 所以叫 神妙形 嗯 嗯 这三六行圆满圣音 拿这个来做他的三代 佛提庄严剧 是功德所成的 欺如 一切声闻读觉 恭敬 获慈 四种念著 这先佛所福之作 正无上正等菩提 一切自卫 念呢 就是想念的意思 四种念著 就是想念 什么想念呢 神 受 心 法 这四念 神念 观这个 现在的三身 是不敬的 得的是妙三身 你前面的妙三身 受念著 说所有的灵呢 观一些众生 所有灵呢 观受是苦 那你 观神不敬 观受是苦 心念的 观这个实心呢 妄心呢 念念生命 是无常的 法 所有一切因缘所生的 因缘所生 法 是假的 没有我的意 实际上 实际上 摩尼佛做的 菩提座 自己 证得了 妙身 妙 妙语 妙意 前面是 他的身口 就是微妙的 说成就佛神 成就佛神 而对于众生 以此法论 是佛论 对着众生的 三业的那论 佛的所有说法 成了一切果位 是佛法的三毛 永远相续 孟参老和尚 1915年7月13日 生于京吉林省 白城地区 1931年 在北京房山县 都率死出家 一生学通显密 教通八宗 畅讲华言 力宏力藏 虽奉雷谢之灾 三十三载 弘法兴致 未曾烧歇 于2017年 11月27日 在大陆五台山 安详市集 享受103岁 感恩孟参老和尚 一生演说大称 少龙火种 缅怀风范 祈愿老和尚 早日趁愿再来 慈敏度众 利乐友情 哇哦 狗狗好可爱哦 但是没有主人的狗狗 希望有人爱 你可以选择狗狗的品种 但是不用选择的是 它们的中心 它们缺的是一个机会 在外面流浪的狗狗们 也渴望您的关怀 也渴望您的关怀 需要您的帮助 台湾救狗协会 邀您一起 扶持 救护 养护流量狗 华华众贸好 5001-6766 5001-6766 铺铭 台湾救狗协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死神将在何时现身 我们无法得知 听闻的人们啊 你要时时刻刻提高警觉 死亡如同闪电 毫无预警的袭击 没有任何转环的余地 你或许深墙体健 和朋友一起品尝美传佳肴 或凝视壮丽宏伟的景致 然而就在那个时刻 死亡可能近在咫尺 当死亡来临时 那些亲近你的人将被留在身后 你的对话将被中断 留下尚未用尽的食物 以及未完成的计划 人们突然死亡 遭受意外 被人谋杀 因使用不洁的食物 或错误的药物 而中毒死亡 在游戏或运动时受伤 或死于战争 这些事情不是常常发生吗 死亡的威胁 总是伺机而动 你应该如同一个旅人 行进到北出没的国家 时时刻刻提高警觉 一个遭受暗杀威胁的政治领袖 绝不会松懈警戒 他避免接连两个晚上 在同一个地方过夜 总是觉察死亡的逼近 让我们时时刻刻 保持这样的警觉 每天晚上就寝的时候 要如此思维 早晨来临的时候 人们会不会在我的床上 发现一具尸体 这是发生在民国初年的一个故事 阿凯原本是一个富裕人家的孩子 可是到了他这一代 家道慢慢衰败 所以没有办法 他便需要外出做一些小生意 赚钱养家 老公 最近世道不太平 听说山贼强盗非常多 你出门在外 可要小心一点 你不要听信人家的那些传言 哪里有那么多的山贼强盗啊 更何况 我又不是一个人出门 不是还有大强陪我吗 我俩在一起 会相互照应 不会有事的 你就放一百个心吧 嗯 希望你一路平安顺遂 不要发生状况 这样我也会比较安心的 儿子 你明天就要出发了 我有些话想对你说 妈 你有什么话要对我说呢 儿子 我们家世代心善 因此才得到上天的眷恋 积下了一些财富 可是到了你爷爷那一辈 却开始慢慢走向衰败 你知道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吗 不是说是因为一场火灾 烧掉了家里不少的地气银票 才导致家境衰败的吗 是啊 那场大火是烧掉了不少的家产 但最根本的原因 还是从你爷爷那辈开始 家族中有了一个饥饿果的坏风气 那就是吃野味 哦 吃野味 没错 你爷爷非常喜欢吃野味 而且烹制这些野味的方式 也是很残忍的 有一次 他买来了一只天鹅 然后在院子里架起篝火 准备烤来吃 可没想到的是 突然有一只天鹅 从空中俯冲下来 直奔篝火烤着的那只天鹅而去 哎呀 这是怎么回事 那只天鹅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天鹅是非常恩爱的 这两只天鹅应该是一对夫妻 伴侣被杀后 另一只也不愿意毒活了 于是朝着火堆冲了过去 冲向火堆天鹅的行为 真是让人感触良多啊 没错 那只天鹅一冲入火堆中 便立刻烧了起来 但他依旧用尽最后的力气 从窗户冲进了一间屋子里 点燃了里面的丝绸布皮 从而引发了那场大火 原来如此啊 难怪有人说 我们家道之所以败落下来 那都是因果报应 没错 都是因果报应 你爷爷他为满足自己的口腹之欲 杀生太多 结果导致家庭衰败 阿凯啊 你这次出去 一定要尽自己的力量 多做善事 只要多多行善 就一定会得到福报 化险为夷的 是啊老公 现在外面的世道不太平 人人都说善恶有报 你一定要多行善事 保平安啊 放心吧 我不会有事的 我有机会的话 也一定会多多行善的 第二天 阿凯和仆人大强 便离开家 外出进货去了 他们一路上小心翼翼 瞻前顾后 不敢大意 两位是打算到哪里呢 啊 我们准备去山那边的县城捕货 哦 你们明天打算翻过那座山 那你们有没有带武器吗 带武器 为什么要带武器呢 你们不知道啊 那座山上经常有野猪出没 虽然他们很少伤人 但如果运气不好 不小心遇到他们的话 他们很有可能会发起攻击 那可是非常危险的 若你们没有带武器的话 可就凶多吉少了 其实那山上最可怕的不是野猪 而是那些强盗 他们毫无人性 谋财害命 遇到了他们的话 只能靠这个了 没错 要想平安地翻过这座山 没有枪可不行的 凯哥 现在要如何处理呢 我们只带着护身的几把匕首 如果真的遇到强盗 那要怎么办呢 两位先生 我们这次外出也没带武器 不知道能不能和你们同行 一起翻过那座山啊 好啊 明天你就跟着我们一起走吧 老板 你看我给你带什么东西来了 赵大哥 你今天又在山里 抓到什么好东西呢 你出来看看吧 你看到后 一定会大吃一惊的 是吗 那我得看看那个 让我大吃一惊的东西 说着他朝外面走去 屋里的人也都好奇地跟着走了出去 一看究竟 这间屋外停着一辆马车 而马车上载着一个铁笼子 笼子里关着一头大野猪 那野猪的四肢虽然被捆绑了起来 但仍不停地挣扎着 哎呀 一头火野猪 赵大哥 你这是怎么抓到的 要抓到他 可是非常不容易的呢 这个倒霉的家伙 落入了我在山林里设置的陷阱里 然后 我用掺了安眠药和麻醉药的食物喂他 才将他抓到的 本来想直接宰了他再给你送来 可是想了一下 一头火野猪的价格 应该比死野猪贵不少吧 老板 开个价吧 要想活捉一头野猪可不容易啊 活捉一头野猪的确是不容易 但是对我来说死野猪和火野猪 没什么区别啊 我都是用他的肉做菜 所以赵大哥 我也只能按照以往的价钱 来收购这头野猪 价格无法太高的哦 真是不好意思啊 老板呢 我费了那么多力气 你不会一点也不加吧 多少加一点我就卖你 赵大哥 价钱真的不能加 我说了 对我来说 你送来的野猪 是死是活都没有关系 就算是活的 你卖给我后 我也得将它宰了做菜啊 笼子里 那头被捆绑的野猪 似乎明白了自己的处境 他竟然张嘴发出了阵阵哀号 较像是在痛哭一般 凯哥你看 这头野猪竟然哭了 是啊 它哭了 阿凯看着这头流泪的野猪 不由得心生怜悯 于是掏钱从那位猎人手中 买下了它 然后将其解开绳索 放其归山了 众人 看着那头野猪 飞快地朝山林方向跑去 你花那么多钱 买下这头野猪 放生 是为了什么 我外出前 母亲告诉过我 只要多做善事 就一定能得到善果福报 在这个乱世 像你这样的人真是太少了 很难遇到的 可不是吗 这个人简直就是个傻子 明天我们可不要陪他一起过山 没错 明天一早我们就先走 可不要带着这两个傻瓜 希望他能够平安回到山里 不会再被猎人抓住了 是啊 希望他平安回家的 第二天 那两位商贩早早地便离开了客栈 在没有人陪的情况下 阿凯和大强两人 只好壮着胆子 翻越那座怜悯的高山 那两人真是一点信用都不讲 不是说好了 今天一起结伴走吗 可是怎么一大早 他们就自己先走了 不等我们呢 行了大强 他们不等我们 那我们就自己走好了 不要再抱怨了 凯哥 山林里是不是经常有野兽和强盗出没吗 我们又没有枪 要是真的遇到了他们 又怎么办呢 哪有那么多野兽和强盗啊 好了 我们赶快赶路吧 天黑之前 无论如何得翻过这座山 要是在这座山里过夜 可就真的危险了 哎呀 那里有什么在动呢 不会是什么野兽吧 哎 不好 是狼 凯哥 小心啊 这两只狼看上去很饿呀 饿极了的狼是最可怕的 这些狼可真是狡猾 如果让他们前后夹击 可就糟了 大强 怎么办 这样耗下去 我们肯定会吃亏的 我知道 可是现在我们前后受敌 如果贸然行动的话 一旦让他俩找出机会 发起进攻 可就糟糕了 这下该如何是好呢 我们不会就这样等着吧 只希望能有路过的人出现 帮我们一下 否则只靠我们两个 可不妙啊 啊 怎么回事 不会是 又有一只狼来了吧 要是三只狼 同时进攻我们的话 那我们今天 可就死定了 此时 那两只狼 听到了草丛里传来的声响 也微微歪头 朝那里看去 这时候 一头大野猪从草丛里窜了出来 接着 他朝阿凯和大强这个方向 愤怒地大吼了一声 野猪飞快地朝他们这里跑来 显得非常愤怒 哎呀 怎么又跑来一头野猪 糟糕 今天我们怎么这么倒霉啊 凯哥 小心野猪 然而 那头野猪 并没有攻击大强和阿凯 而是 朝着那两只恶狼跑去 那两只恶狼 看着野猪凶狠的样子 急忙转身 飞快地逃跑了 这时候 野猪突然扭头 朝大强和阿凯看去 哎呀 不好 他不会要来攻击我们吧 天啊 他真的过来了 这下该怎么办呢 我们俩 可不是这野猪的对手啊 哎呀 大强 这是昨天 我们买下来放生的那头野猪吗 是啊 没错 就是他 他不会是来报恩的吧 野猪 谢谢你 今天如果不是你出现的话 我们可就 危险了 凯克 你说的对 积德行善 真的是会得到福报 如果这头野猪 没及时出现的话 我们今天真的是 凶多吉少了 没错 看来我母亲说的话 是对的 好了 大强 我们赶紧赶路吧 要不天黑之前 可就下不了山了 然而 阿凯和大强 没走多远 倒霉的事 事情又降临到了他们身上 两个山贼强盗挡住了他俩的去路 哈哈 失去的话就赶快把钱交出来 否则就别怪我们不客气 凯克 我们今天怎么这么倒霉啊 刚从恶狼那里逃走 这下又遇到了强盗 我们怎么这么倒霉啊 你们别耍花招 刚才那两个人手里还有枪呢 可最终怎么样了 你们知道吗 他们不但钱没有保住 还白白受了皮肉之苦 所以我劝你们最好还是放聪明点 不要做无谓的抵抗 凯克 算了吧 他们有刀有枪 我们可不是他们的对手 家人还等着我 用这些钱做生意呢 如果多让强盗抢去的话 我们家以后可就更困难了 啊 昨晚你花那么多钱 买下野猪放生时 怎么就没想到你的家呢 虽然昨晚我买下那头野猪 花了不少钱 但那是救命啊 对于生命来说 钱并不重要 是啊 对于生命来说 钱并不重要 所以我们应该舍钱保命 否则这些强盗 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啊 就在阿凯准备向强盗妥协时 只听到一声大吼 掉头大野猪 又一次地从山林里冲了出来 并且毫无畏惧地 朝强盗们冲来 哎呀 这头野猪是发疯了吗 怎么朝我们这里冲过来呢 可恶啊 看来我把打死它 是不行的 说着 他拔出手枪朝野猪抵去 然而子弹打偏了 野猪只受到一点点的皮肉伤而已 他继续愤怒地朝强盗追去 很快 强盗便被追赶得无影无踪 那头野猪又救了我们一命 这一定不是巧合 我想 他一定是在一直默默地注视着我们 保护着我们 对的 但刚才强盗开枪打中他 不知道他会不会有事 有没有受伤呢 凯哥 你就放心好了 刚刚强盗打野猪时 因为之前受到惊吓 没有准确地打中他的要害 他只受到一些小伤 很快就会好的 那我就放心了 野猪 谢谢你 救了我们的性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